各位好,我是王中龙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Siege版 圣剑传说一代的实况录影 好久没有玩了,有点忘记怎么玩了 不过既然已经全破了,俑者都有龙十一代 那就来继续玩圣剑传说吧 那就开始吧 好,敌人好像不怎么强 哭 啊,不是的 这是什么样的机关 好,中毒了 有解毒剂吗 等下,中龙 不过度,没问题,乙女をグランスに 你是伯格 而且乙女已经让グランス帝国给带走了 話はシーバから聞いており お前の制度はない 我都已经听シーバ说了 这不是你的错 ジュリアスはいろんな術で 人を騙すのを得意としている 今後も気をつけるんじゃな ジュリアス他会使用许多的法術来骗人 所以以后就小心一点吧 モトメを乗せたグランスの飛空艇は 補給のため北の三つ海に併泊しているそうだ 他にもモトメを乗せたグランスの飛空艇は 補給 应该是停靠北辺の湖で 北辺の湖で 北辺の湖で 私も乙女を急げ 我也跟你去走吧 赶路吧 跟你交談 可以有什麼樣的效果嗎 ジェマの騎士は精神力で 北辺の能力を最大限に引き出すことが可能なのじゃ ジェマ的騎士可以用精神力 武器的能力發揮到極限 パワーを最大まで貯めてみて 貯めてみて きっと今までとは違う効果が乱れるだろう 把力量集到最大看看吧 一定會有跟之前不一樣的效果的 所以我如果收集到最高 然後再使用的話 看不出來有什麼 好是因為被擋住了 差不多的感覺 哇這個寶箱拿不到 這看起來用斧頭 治療技 好不關 不管了 等我下走走看 這邊應該就是剛才的路 好不關 拿到了那麼多的治療技 隨便用 北邊 這裏是旅館 這裏是旅館嗎 十塊錢而已 好睡一下好了 記錄一下 好睡覺 那裏是旅館 小尾 我好睡覺 沒睡覺 快睡覺 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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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是死路 這要怎麼走 要往左邊走嗎 挖 升機了 護衛魔導師型號 還好他射出來的東西可以用盾牌擋住 所以不會 可以算是平安 接下來 喔 石頭和Fusion 這邊有一個方向 逆銀頭盔 買個逆銀頭盔好了 逆銀頭盔我先放一定30億 變30類 再把這個企業頭盔賣掉 可以賣70塊 可以賣70塊 激動一下 哎呀 吃到藥草了 還怕這盾牌還夠力 過得去嗎 左邊過得去 左邊過得去 左邊呢 嗚 這個敵人還是先不要打 應該是用魔法打 這個應該是要用 連加才對 好 不是嗎 太久沒完 忘記 還是要集氣集久一點 真麻煩 過爛 過爛 這邊有個 連加用的坑 這是坑 我說是裝 所以這樣子我可以背上去 這是讓你背下來用的 如果用魔法的話 如果用魔法的話 啊 魔法也上不了嗎 還是殺掉了 魔法還是有效 嗯 這個應該是直接用的就好了 喔喔 這裡應該是回去的 喔 這裡就是被空停了吧 頭部 什麼現象 黑暗…現象 這個要用什麼解呢 感覺好像也還好 船中的独房 船中的独房裡面 女人一人入獄的秘密 在船的牢房裡面 好像關了一個女孩子 跟瑪娜的秘密有關的樣子 跟瑪娜的秘密有關 所以... 就進去吧 應該沒有什麼秘密到 這個又用魔花桶 應該也沒有秘密到 對 這裡的地圖看起來 好像也蠻簡單的 喔喔喔喔喔 不能用動牌擋 糟糕沒有MP 魔法藥 這應該是補MP的吧 在補MP之前先補血好了 好 稍微補一下 這裡的敵人感覺 都是要用魔法來打的 都是要用魔法來打的 好強喔 心急了 看來 在這裡我還是趕快加魔刀死刑的 可能會對攻略比較有幫助 嗯... 恩... 好強喔喔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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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恩... 怪的敵人,可以得到魔法藥加NP 水晶 左邊跟下面兩條路 左邊跟下面兩條路的話 先轉緣 先走左邊 欸!居然會追蹤啊 魔法居然會追蹤 出乎而已啊 子供だったジュリアスは グランスの竹壺の裏の洞窟に捨てられていたんだ ジュリアス小時候被遺棄在グランス的瀑布後面的洞窟中 洞窟は凍るような寒さでシャドーナイトに発見された時は カシチョウ カシチョウタイだったそうだ あの洞窟 相当的冷 所以當他被 黑影騎士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快死掉的樣 快死掉的狀況了 所以 果然是帝國的副手 朱莉亞ス 是個孤兒 哇!又沒人屁了 我這敵人是可以用推的 哇!好複雜啊 糟糕 這真的很麻煩 呃啊!九滴血 老遊戲就是這樣子 按鈕不夠 只能靠一次換 啊! 往下的跟往上的 往上的是不是繞一圈啊 這個壁 這個壁可不可以打破呢 用戰斧試試看 一定忘記 戰斧不行 還是要用 鎖鏈鐮刀 哇!又不行! 哇! 又不可以打破呢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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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恩... 用利益劍吧 看來劍不行 那就只能夠 啊! 單行島啊! 嗯 這裡是我來的路 呃...誒? 哪裡? 石化! 石化用什麼解忘器 哇靠! 哇! 死了! 石化真是殺傷力太大了 呃...好! 這一次先實況到這裡 跟我去看一下攻略網站 研究一下地圖 再繼續玩 那麼就謝謝大家欣賞了